嘉義領館處委託嘉義大學 研究阿里山的巨木群健康和安全 結果分析後發現 紅塊巨木在演化時 有出現合併木現象 以之前推估2700年的水山巨木為例 竟然是十株紅塊合併木而成 推估樹林應該是一千零八十一年 嘉義大學團隊對阿里山巨木 進行基礎丈量 接著專取樹芯 在現場檢疫處理後 以儀器分析樹芯年輪推估樹林 檢測分析意外發現紅塊巨木演化時 出現合併木的現象 產生灰化的一個現象 讓它的變成淺根系 那淺根系之後 它就必須做環保 大家抱在一起之後 它就更能夠在那個棲地去做生長 紅塊為了生存 發展出淺根及寬闊 根盤的特性 新生小苗和鄰近的紅塊 根盤合併 結果巨木群栈道裡四十四株巨木 四十三株紅塊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七 是合併木 而以最大主幹去推估樹林 和以往不同 之前推估水山巨木兩千七百年 修正樹林一千零八十一年 相林神木原本推估兩千三百年 修正為六百二十六年 最高齡的是二號巨木 原本八百年 其實是一千五百一十五年 紅塊本身它太巨大 而且它其實樹芯的部分 會常常形成年根骨 所以造成空洞 新材的部分會沒有辦法推估 所以可能會沒有辦法 直接竄到它的樹林 但是如果用平均生長 生長量的方式去 能夠推算裡面的這樣的年輪 它還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團隊指出這次也發現 百年來巨木樹林的生長變化 與阿里山溫度上升趨勢一致 紅塊巨木樹芯可以評估 作為未來全球 台灣氣候重建的研究資料 記者銀小惠王新中台北報導 按下七星期 戰時尼小惠王新中台北報導 小惠王新中台北報導 展示